今天这个课是临时安排的 也是跟学院当中的这些四种道友 还有包括我们网络讲堂上的今天人比较多 道友们都共同学习 其实这样的我们的共同学习非常非常的有必要 因为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一种危机感 给人们带来非常强大的压力 在压力下许多人传不过气来极其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两千五百多年前 本师释迦牟尼佛给大家留下来的非常珍贵的教言 正好是他成为心里的妙药 这样的心里妙药 实际上有传承历代的这些大师们 通过口传一直到现在 尤其是我们藏传佛教 说实在的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也成为相当于当年的印度一样 因为这一点不是我作为一个藏族修行人 就是赞叹的 实际上如今在东西方的最顶峰的这些学者 修行人成就者 他们都一口同声的 赞叹着的 而且这种赞叹呢 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去分析的时候呢 也确实是可以能确定 在这个时候呢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应该获得了这么好的人生 遇到了大乘佛法 而且呢 我们人生是这么短暂 在这个短暂的因缘当中呢 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殊胜的教诀 那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 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价值 不知道它的珍贵 这样之后可能擦肩而过 甚至与你离开很远 有这个可能性 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 不管你是在家人 出家人 什么样的人都一定要非常地珍惜现在的机缘 非常地要珍惜 因为我们的这种机缘 包括你的心灵的状态和身体的状态 以及现在各方面的因缘 其实可以说是瞬间万变 应该说很快的之间当中它会改变的 就这个时候说实在 我们大家都有一方面有一种危机感 或者说是一种紧迫感 另一方面每一个人要知道 当前是来自不易 当前的这种因缘极为殊胜 我今天跟大家想讲的是什么呢 法王如意宝当年实现圆寂的时候 说过两句话 其实八个字 这八个字我今天想给大家所宣讲的内容 希望我们道友们应该记录下来 以后就像是前一段时间我讲课的时候 就是引用一个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 诸心无常是神灭法 然后神灭一灭 净灭为乐 这样的偈颂功德非常大 加持相当大 那这个后来好像国内外也好 各种文字 大家都把它甚至在上班的办公室 在各个地方把它贴着 这个我自己觉得我们修行哪怕是一句话 一个偈颂对自己的人生有着重大的改变 这主要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我今天法王临终最后的 可以说是在我的耳边 法王如意宝的最后的声音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有不同的翻译和有不同的一些 可能包括英文也好 还有我们藏文也好 有不同的一些翻译本 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理解 但我今天以我的这个理解 从汉语上讲 这叫做是 莫舍即道 无绕他心 有这么几个字 就是不要舍弃自己的道心 或者是道德的道 就是莫舍即道 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就是这个意思 这四个字 然后后面就是无绕他心 无绕他心的话 就是不要扰乱他人的心 就是这八个字 那么这八个字首先我简单讲一下 法王如意宝当年实现圆寂的时候 这八个字是怎么说的呢 应该跟大家也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法王圆寂的这个时间 按照我们现在的功力来算的话 2004年1月7号的时候 1月7号的上午好像记得圆寂的 这个是今天我们学院当中 我记得以前好像丹尊霍佛说过 法王如意宝的圆寂的 当时他采访了一些身边的人 然后写了可能不太多 不太多就几百个字吧 这个我学院当中刚才叽叽忙忙 六点钟的时候 我叫他们 我说应该网上有这么一记 让他们下载 然后答应一下 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这个 但有些地方好像 事不事当做活活的 可能有些地方像 有些地方不太像 但应该是我记得在我的经营当中 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具体的 当年实现圆寂的一些状况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 法王如意宝圆寂 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 他老人家的整个一生当中的安排 尤其是在他圆寂前四年前的时候 先讲《百业经》一年安排 然后讲《入菩萨行论》 然后讲《大黄王光明昌论》 第四年的时候讲《上师行订》 这四年法王一直在说 我最后给大家留下来的四大教言 也可以说是《四部大法》 也就是说《百业经》和《入菩萨行论》这个大书 还有《大黄王光明昌论》和《上师行订》 后来法王他好像从我们作为一个弟子 在我的观察当中好像是 这四部法讲完了以后 基本上就像一个客人随时都做准备 从此之后的一些教言也是始终都流露出一种 不是什么安住在这里的打算 经常讲各种教言就这样的 后来法王有讲了大概是2003年和2002年 在这个期间就讲了《闲语经》 又讲了《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然后弥勒菩萨的 弥勒菩萨都好像讲几把变种变论 和变发心论也讲了 然后完了之后 讲弥勒菩萨的主师《宝行论师》 《宝行论师》刚刚讲完的时候 法王的妹妹当时阿内美洲实现圆寂了 后来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我们学院开极乐法会 极乐法会当时法王9月22号天降日 那一天来我们的居司令 给大家灌了这个顶 而且灌顶的整个最后的教言 我记得以前也是法王阿弥陀佛的灌顶 我也给大家提供过 我今天也是希望网上也是有 你们以前没有跟法王结上缘的人 应该是把这个灌顶 大家通过网络和电脑上 应该把它结束一下 这个缘起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遇到这样的法 应该是对自己要做好一些准备 然后灌顶之后 这个灌顶之后 这个是好像灌顶的世界稍微有点差别 然后法王给所有的大众开启了 主要的有三点吧 第一个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的重要性 这次已经四面八方的来的人也特别多 出家人也是上万人 上万以上的人 然后大家一定要共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我们共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连一百万阿弥陀佛的话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 不需要任何的怀疑 而且他自己也是只要有这种自由 这样的话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也讲了这方面的道理 第二一点要讲到了 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在生活当中要守戒 像出家人的话有比丘比丘利和撒民撒民利等等 然后居士有居士戒 多分戒和一分戒等等这样的戒 哪怕是其他不能说的话 像杀生一戒也应该说 他说我们现在藏地的话杀生非常非常的可怕 现在杀牦牛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了 希望以后不要尽量杀生 法王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透过如意宝的教言 从这个教言开始 我们学院开始发愿放生和要求各个地方去宣讲杀生的过失 后来整个学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很多堪布活佛致力于这些工作 然后希望以后一定要受持一分以上清净的戒律 每一个众生用慈悲心来维护 最后讲到也许这次我们是最后一次的相逢 但但愿不要最后一次 以后还有慈悲法会 迷恋的金刚萨埵 但对他来讲好像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发愿而已 实际上有些人说我已经能活六十岁 有些说九十五岁 有些说七十多岁 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自己的身体非常清楚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活很长的时间可能有一个老养的宿命有没有也很难说 但不管怎么样他即使不在人间他也经常会加持我们所有的众生 尤其是我们奔川的一些求法者时时刻刻都会加持着 当时在极乐法会的时候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教言 这方面的教言 然后后来记得是应该 法王就开始讲 蒋朗达拉那他的《宝心论》的诸书 《宝心论》的诸书到了中间大概是十月十五号 葬礼的九月份是我们开极乐法会 十月十五号的时候法王说这次可能身体不太好 但是我自己的原则这次不出去看病 即使给一百万的话我都不想去 但是去和不去我还是随随你们 然后学院能决定如果有必要去的话我也答应 没有必要去呢没有答应 后来我们学院的相关的负责人 大家都再三地共同商量 如果没有去的话也是非常的难 但不管怎么样大家祈求上师下去看病 然后上师十月十五号的时候 去成都做打心脏 心脏手术 后来十一月十六号 在这个之前他要求我们学院修一个金刚诀 当时我记得法王说他在尼泊尔区的福藏 应该说是有特殊的缘起和特殊的价值 从来没有毁坏过缘起 而且他的法咒也是特殊的 像顶过秦泽仁波起和观音上师非常重要的一些世界级的大师们 所以这个法以后修行人 遣除违缘方面有特殊胜的缘起 学院要求大修 然后当时说他去印度的时候 一个苏顿喇嘛和一个日巴尔医生 还有我 我们三个当时刚刚去开渠的时候当场在 他们应该有比较殊胜的传承 让我们三个做 因为我们每次不管是藏地的任何一个大修法 都需要有些人是做上师的 让我们三个做上师就把他修完 然后我们三个再三商量 我们也不敢在僧众面前出现 最后我们三个躲在成功室 当时我们大经堂的上面有个成功室 如果上面不做的话可能不行的 法王可能有一些缘起 然后我们三个每天都是在上面的成功室堕置 然后修了三天吧 修了三天完了以后 刚好修完的那一天成为11月6号 然后法王打电话说是我们学院的人都集中 当天有法王的有些教言 刚开始的法王给大家也讲了很多的一些 要平时清净戒律 闻思修行 利益他众等等这些教言 然后中间还问了一下 说是我们三个在不在 然后当时成功室的人打电话说是他们三个都在 然后法王也显得有点高兴 这样很好还是这个法很殊胜的有特殊缘起 然后过了之后最后终结的时候 就是法王说到末道 刚才说末世祭道 然后勿扰他心这八个字 当他这八个字讲的时候 说实在我当时因为我在成功室当时在记着 记着的时候我好像心里当中 因为法王稍微解释了一下 说以后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而且也不要扰乱心 你们依止我多少年的话 实际上我还是最终的教言 他当时这样讲的 但是这样讲的时候 我好像心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 好像现在一些小说家说的话 有一种很不同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法好深啊 这个意义好深啊 法王不会有缘起吧 这个到底是什么 好像我产生一种分别念 但我想这也不可能的 平时法王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教言 然后十月六号 我们当时应该说是2013年的12月29号 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是这八个字是法王说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可能后来的一些过程 好像等着火火的那里面有没有 你们有的话稍微看一下 然后法王实现的藏礼是11月15号 因为十月15号是从这里看病去的 然后刚好一个月 十月15号当时汉地的龙尼 恰好是阿弥陀佛的一个 好像将生人还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法王实现缘迹 往生极乐世界可以这么讲 所以我自己感觉说实在 法王最后给我们留下来的这几部经典 也应该学习的 像《入菩萨心论》《大幻王王》 还有包括以后各方面因缘具足 《上师心地》和《入行论》 在我们的传承弟子来讲这样的 然后后来留下来的话 就像《大圆满前行》和《二规教言论》 然后《贤愚经》 《变法法心论》和《变中辩论》 还有《暴行论》 这几个是后来讲的 然后到了中间 刚才《绝朗达拉那达》 《暴行论》中间的时候 就会实现了缘迹 所以老人家应该说是一辈子讲经说法 最后给大家留下来的这么八个字 那么这八个字 我等会儿凭我的想法简单的字面上做个介绍 然后你们以后 现在我们藏地有 藏地不管是到哪个学校去的话 学校的大的几个字都是用 我们藏文当中讲 Rang tzik ma shiru Rang tzik ma tzik 有这么八个字 也是刚好是八个字 然后我这个翻译的也是刚好是八个字 所以这八个字应该法王一生当中 给大家留下来的 最深 最妙 最有加持力的这么一个偈颂 那这个偈颂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我在想 它有很多的解释方法 这个解释方法应该相当多 如果从宗义上解释 这个魔舍即道实际上是讲别解脱道 因为别解脱道 大家都知道 主要受持清净的戒律 维护自己的道 他不会舍弃自己的道 虽然他没有利益众生这样的心 但是他自己一定会入一个非常珍贵的道 继续修持 最后获得解脱的 然后一句讲到大乘道 大乘道的话 自己的解脱并不是很重视的 就是不扰乱 不伤害众生 不扰乱别人的心 在菩萨城来讲 所有的这些众生当过自己的父母 哪怕是我们先言一识的话也不会 在菩萨戒当中严格制着的 所以说第二诀应该讲 大乘的所有坚修行过的要诀 可以这么讲 然后从我们世间的一些字面上解释 其实这个魔舍即道里面 这个道从赞文自己对的时候 可能有本质的意思 也有本分的意思 也有自己的道德 这个道有很多的 不要舍弃你自己的本分 不要舍弃你自己的本质 不要舍弃你自己的道德 不要舍弃你自己的修道 很多方面都可以借 所以我们就用的就是道 我用的就是道 也就是说 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道大家都知道 其实道有时候 它可以叫做一种思想体系 比如说孔蒙之道 或者是儒教之道 这些的时候 道实际上是一个宗教 或者说是一个文化的 它的思想载体 思想体系叫做是道 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要舍弃自己的道的时候 说你作为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那么你自己的思想体系 佛陀的这种坚修行过 这是你的道 你的这种你的思想 你的应该你的道德 这不能舍弃的 那么这个时候 把这个道作为一个思想体系 然后磨舍就是磨绕他心 磨绕他心 就是这个绕子里面有扰乱 或者说是有扰害 就是损害 或者杀害 如果沉重一点的话 就是杀害就是伤害的意思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意思来解释的话 那不要扰乱别人的心 也有这个意思 如果把它这个道呢 就是讲为道德 我们经常就是道有合理性的 平时讲 君子爱财 趣之有道德 它是一种合理的道德 在这个时候不要舍弃自己的合理的道性 合理的这种行为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确实 不管你是出家人也好 你是在家人也好 我们现在很多藏族人 他完全是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都已经舍弃了 自己本有的民族文化和一些修行都没有了 一直是学汉地的人 然后汉地的人他自己本有的这些传统文化和古德的这些优点和风范 基本上都没有 就开始学习西方文化 现在很多人 我们经常看到现在年轻人 年轻人的话 大家都是可能土发染得红红的或者是晃晃的 今天好像我们这里没有很多 本来好像可以说一样的 你们不要看啊 没事 然后很多都把土发这样的 尤其是土发因为现在是一个时代 你稍微染海 红白怎么样都可以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 现在有些学者他故意把土发染成白色 像我都坏没有头发 像染也没办法 他们有些学者自己装还是有一种很成熟的人 特意染成白色的 这些都是一种现实上 甚至现在有些年轻人把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话 最有代表性的 把膝盖都露出来了 然后所有的什么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 原来古代的时候因为衣服很缺吧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窟窿 现在认为是这样的窟窿 作为年轻人 我们现在很多藏族 前一段时间我到学校里面去 我说你们不要穿那些破烂的衣服 我们外面有些居士供养的衣服 他们都不喜欢穿 他们就很喜欢 其实破烂的衣服 衣服旧了 放在草地里面 然后一块一块的烂了 你穿上也可以 但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已经舍弃了自己的道 说实在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好像在修行 文化 道德这方面基本上是没有的 其实这个道也有方向的意思 也有道路的意思 也有道德的意思 还有一种叫规律 比如说像仪境当中 一阳一阳 为之道 意思就是说 阳 阴阳实际上在道教当中也好 还有肉教当中 它是一种规律 它是一种道 这种道我们最好不要舍弃 我们把这个规律舍弃的话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确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看起来也是特别可怜的 好像每天都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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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自己都已经掉了 我在一个学校里面演讲 现在人自己掉了自己 他们很多人刚开始不承认 后来我就说明了几个事情 有些人承认 有些人不承认 不管怎么样 我在想法王如意宝确实是讲的 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自己的道里面 现在可以把道解释为我们的民族文化 从世间法的教度来 你自己的语言文字 然后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 以及作为我们修行人的话 修行人也是有修行人的 比如说你是出家人的话 那出家人的道是什么 戒律 穿衣服 穿出家人的衣服 现在有些街上出家人不像出家人 在家人不像在家人 上半是出家的衣服 下半是在家的 有些是下半生是在家的 上半生是出家的 头发也是长长的 看起来到底是 一会儿看这个事好像是出家人 不论不论的 那这个是舍弃了 作为出家人舍弃了自己的道 然后现在有些学生 根本不像学生 就是流氓 街上的这些 我们十专人说的 别的也说吧 说二流子 原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经常看到这些街上 那种人 学生根本不像学生 领导根本不像领导 所以领导已经舍弃了道 然后学生舍弃了道 老师舍弃了道 所以法文的教言当中确实是很多很多的 去年有一次我们四川圣赞王学校 然后我在那里去看了一下 结果他们有些老师的话 非要让我讲一堂课 我也没有做任何准备 后来我想起了 法文的这两句 我不要说一堂课 三四堂课都可以讲 然后我后来这八个字 给他们也讲了一下 因为我看到很多学生 虽然是我们那个学校还比较不错的 确实很不错的 但是也看出了 舍弃了很多自己的道 比如说一个孩子的话 孩子自己舍弃了自己的道 然后父母舍弃了自己的道 现在很多父母根本不像 什么养孩子 自己学知识 整天都是老离婚 整天都是搞很多很多非法的一些行为 这些都是已经舍弃了自己 法文学教言里面应该说是有很深的 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领导 还是老年人年轻人什么样的人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你自己的这种本分 你自己的规律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道德 自己的整个修行 像一个修行人的话 修行人现在很多人舍弃自己的道 我们道教有道教的修道 佛教有佛教的修道 但很多修道的人不好好的修行 整天都是为了名声 利益 钱财 就这样的 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这个时候确实是老人家的教言非常殊胜 我也希望你们讲了这一堂课之后 以后就把作为自己的手架 作为自己的应该说一生当中 我们现在赞文里面很多都是 包括国外的很多大德和古德 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目标 确实也是现在社会当中很需要 不要舍弃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利益别人 这是我们大乘佛教的真正最精髓的菩提心 如果我们讲得太高一点的话 它完全是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不害任何众生 不管是我说话也好 还是我在心里也好 然后我的行为也好 都是要做饶益有情的事情 而并不是损害 做损害有情的事情 所以在菩萨道当中的话 我们尽心尽灵的哪怕是用眼睛看别人的时候 也是不是露事 邪事 或者不顾一切的掩饰 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现在有些人说话的时候处处都是上人 他说一个好话基本上说不出来 因为可能父母当时工厂造的时候 自己的嘴巴可能是说恶语的罪啊 他这个好语根本说不出来 而说一些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呢 说实在他有口才 他有很多成语 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天才可以这么讲 所以我们说话方面的话呢 我们完全不杀害 不可能的 可能一点都不扰乱 当然这里面大家也要解释 因为他的意义很深的 如果我们以利他心 想可能说别人的过失 完全是利他心的话呢 这里面也应该排除的 并没有像老师特别障碍自己的学生 父母自己爱自己孩子的时候 说一两句 也许可能当时他就扰乱了他的心 他心里有点不高兴 会有这种现象 但这些事情不算真正的扰乱 真正的扰乱的话 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民族的人 什么国家的人 什么样的人 对任何人最好不要扰乱别人的心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做到的话 确实是阿弥陀佛 可以这么讲 然后不仅仅是我们的人 甚至动物我们扰乱任何的他心 这里指他并不是指的是人所有众生 那么其他的凡是有生命的心 那这个时候我们真正一个修行人 尽量不扰乱 不损害任何的存在在我们同一个地球上的 所有的众生 他们同样有他们的感受 同样有他们生命的珍贵心 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扰乱他们的心 我刚才网上说下午八点四十到十五 时间到了 但是我还要把课堂讲完了 你们有兴趣的话稍微听一听 虽然我给导游们讲的可能涉及到一些佛法方面 今天有个别的藏族道友 学生和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真正的修行人 但是我想在给他们稍微讲几点之后 我们就共同回想 我刚才说 我们现在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 其实在生命平等的这一条线上面 任何人没有权利践踏别人可贵的生命 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哪怕可以说甚至这个地球存在之前 人类没有毁灭之前 应该说是我们自他平等的这样的真理 永远都是他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利他的心 利他的心永远都是他是珍贵的 除非是有些社会已经非常不道德的社会 那么非常黑暗的社会 非常卑贱的一个社会 那可能就是害人 当时可能算是一种最高的手段 或者说是杀害其他众生 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 有可能这样的 这是不道德的 不符合人类的 我刚才讲了 说是一样一样 为之为道 说是真正的规律不适合的时候 可能会认为害别人是一种真理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颠倒的 这是极少数的心里有迷乱的这样一个人的心态 真正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慈悲心应该说在人类的心态当中它是最高尚的 最有无比的一种价值的这么一个心态 因此任何现在世界上 大家都是在尤其是当今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人们都逐渐逐渐发现了 害他的心实际上是不好的 对人类也好 对其他地球上的所有的生物来讲 害别人的心不是很好的 饶益别人的心 帮助别人的心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的珍贵 所以像我们刚才发完最后临终的这八个字 在我们学院大大小小的所有的人 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方向的一种最关键的一个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种方向盘 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以后尽量的是忘 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不要扰乱别人的心这个方向去 然后像我们学院 我们学院的所有修行方向也是这个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话 很多很多新的文化 新的思想 新的潮流 刺激必复不断地涌现 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 十年前法王如意宝给我们留下了一个 说是不要拾起自己的道 我们这个学院主要是以文思修行 将近说法 为真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生团 我们学院第一个古老的思想和佛教文化和 一个现代的知识想结合的 反而再世的传统不能舍弃的 然后我们无论是遇到任何时候 不管是任何众生 我们不能做任何害众生的心 不能做任何害其他众生的扰乱的心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的冲突不断发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法王临终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的话 当然两个人可能犯牢气的时候会出现一些 但是法王以前讲过 我自己作人的话 一个是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不管是穿衣服也好 我说话也好 我的行为也好 我尽量的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然后我尽量的不要害众生的心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在座的 你是出家人也好 你是在家人也好 你是藏族学生也好 汉族学生也好 什么样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比如说从夏儿的一个思想来讲 汉族有汉族的文化 蒙古族有蒙古族的文化 前族有前族的文化 那么自己的文化不要舍弃 在这样的潮流当中 我们藏族的话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 就自己的传统舍弃 这一点是非常同性的 全世界的人都是目光顶着藏地学悦高原 其实藏地的白云藏地的蓝天很美 但是更美的在白云蓝天和绿草江河的中间 有一个非常古老甚密的 这种佛教文化为主的一种 非常甚深的思想 这种思想如今很多人在挖掘 在挖掘的过程当中 我们本民族的很多年轻人没有还感受到 甚至有些人以各种方式来开始诋毁 开始诽谤 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去学习 没有去学习的话 你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你也不知道它的神 你不知道它的甘露美味 所以当你没有尝到它的味的时候 你一定会抛弃 一定会放弃 这个时候法王的这一句话明明已经跟你说了 你不要放弃自己的道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行为开始害众生 这也是非常不容易 不是说现在我们暂得有很多的杀牛 杀人 还有现在汉地也是 这几年以来特别特别害怕 一刀杀人 今天好像上午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年轻人 有杀八岁的孩子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年轻人 一个男的和女的 女的要求分数 然后那个男的开始用十七次 用刀杀害了他 最后看了自己 所以从这几年以来 以前来讲汉地好像比较少见 但是现在东西就开始出现 美国也最近出现 然后现在各个世界当中 全是用武器来杀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害别人啊 作为一个出家人 真正你最后完全舍弃了你的道的时候 你会害别人 扰揽别人的心 因此我经常在这里也给大家发心人说 我们发心人尽量都是用一种温和的语言 尤其是我们现在个别发心人 可能以前修行不好 以前自己的素质不够啊 懂者说话过程当中 刺上别人的心 当然有些是无意当中 可能别人起烦恼 这个就没办法了 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不管在发心也好 做事情也好 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一样 说话也害人 然后信任也是害人 那这样的话你算不算一个出家人 你算不算一个修行人 同样的道理 现在世间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如果始终都是有一种害别人的心的话 迟早都是自己会吃亏的 说实在这个因果抱怨是谁也没有办法毁掉 这种规律的话 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是相当于我们种下种子 最后自己获得这种果报 这个种子一定会是胜果一样的 因此我想今天我特别希望 我们藏文里面讲的是 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 有些说是摩世祭道的话不要舍弃自己的决心 有些说不要舍弃本分有些说不要舍弃自己的行为 但是很多次可能道用的话是最好的 因为很多人认为所谓的道是道路的意思 其实不是 道里面尤其是古闻当中的道意思是非常的广泛 而且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这个字 就是不要舍弃的道的这个字 他也在藏文当中他能解释很多很多的 就像我刚才他有时候解释为我们的预言文字 现在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们现在藏族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会说藏语 就是非常非常的科学 我前一段时间去国外的时候 我对每个教授都是问 你会不会说你自己的民族的预言 你自己国家的预言会不会说 你自己当地的预言会不会说 然后我说在世界上现在很多的预言文字 有些是已经消失完了 有些正在消失 有些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有些是已经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因为我们后代的人不重视他 在这个时候消失了你没有什么看法 我也采访了很多很多的教授 以后方便的时候你们也看看 我实际虽然没有能力维护 保护 大家各个民族非常优秀的这些语言文化这些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 实际上并不是有一点钱有一点知识 就维护自己啊 整天都是对自己做事情 不是这样 不是人本有的能力 应该是作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的话 除了自己的饮食具足以外 还有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世间当中有这么珍贵的很多东西正在消失 在我们的树里消失 在我们树里消失的话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民族的人 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历史的应该说是受害者 或者说是被害者 应该会有这种现象 在这个时候希望大家应该值得关心 这个事情我在这里说一下 然后刚才我用汉语来讲了一下 那我下面可能今天有个别的一些藏族的学生 和个别人我用藏语来说两句 然后我们一起完了以后一起念《关于新族》 过后大家念《普行行愿品》作回向 下面我用藏语来说几句 在这些时候询句 只睡觉过来说 这么做的就是 你会把这些读情进行 然后我们也说 而我们的读情 那么进行 这些 crim下有作用的 是的活着用的 在这个地上,无法铃甜美,之前—— 鸽丽子 瓊莉,从而降參 haz一切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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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鞾án、 根本就要渐 delワ who are the first complex to1 1,2 non a1,2,8 我大乃 Think D 希望你会犯了 Chi Vin Chi Vin Chi Vin Dambo Dambo 可 我一直在做了一件事,我一直在做了一件事,我一直在做了一件事, 我一直在做了一件事,这个事情和你拓得这么做, 这种主言和响幕作用这种方法 这种粘土的东西,感觉和半生产生, 使用这种方法的赊哥和 espa神 在百分之中,使用这种方法 对于慢慢地化这种方法 使用这个方法 用心理想要滟化,而一切只要滟化,再也知道 也是滟化,再与滟化的一切 , 而那滟化,再与滟化地上, 我们可以做计划、再与滟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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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与滟化。 也不能有作为自己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球 这个地方 这就有一个好夾 这样的地方 请进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方 我们可以讨许我们的地球 这是我们的地球 对我们的地球 我们可以讨论是不是 如果我们的地球来 一直 把它们 保存活着 我们可以讨论你们有的是 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地球 但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地球 但是我们想要是 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地球 而且,非常適量的… cast的你色然之一, 那是你的人鱲 所適量的 如果你照这些人生下, бо在你身上下的一条, 所以,你手下降了, 你会看出他们的 transformations, 但你能在做出帖子的, 但你能在做出帖子的海放下, 哦,所以你能做出帖子的, 如果能在你的人上, 你不能在某体中心念一项, 你能做出帖子的一项子的事, 他用了 他用了 人生还是 以前 他要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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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其所蒙古一個中间住室mind, 心想走, 考古等待狐狗逊打得很好 像这方面,你把它们做出的那一方面, 你跟他们有一个人一样, 你会用这个人来说, 你会用这个手术, 然后,你会用这个手术, 你会用这个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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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不得了, 但不太多, phosphate也不太大。 而妳有些事情, 因此,跟妳有兩尾, 再壞了, 它來和妳有壞事情, 我們可以不講述事情。 如果妳有壞事情, 如果妳壞事情, 她會和你自己有壞事情。 這個事情去全面、 心理也會解決一些事情。 那這東西了, 它不實施, 可以批評一下, 每一半都在家里面高文化的方式 而且这一种呢 我们会把我开除了 但是它不然它有很多的人,沒有人有一個人, 這麼多的, 如果他們都講解釋話 sont的話, 都是有一個人的地方, 他們會把他人都在找, 有一個人的地方, 但是他們都猜他 apart, 但是我們希望你們有些人, 你們有沒有人, 你們也對他們, 我們還是在教育團來說, 才能解釋, 因為他們有很多人都在作為這是教育團, 所以我們在辦理會宣布福利益, 他們不是他們, 他们有一种生命福们的感觉,我们没有必须负败慕 他们肯定现在我们有必须不是来自乡就负责 他们bij ф接下来 Наfferomal prayer 我都还需出责心的社长 我就把自己有敌人在加入 你们要做就要麻烦 如果留在你的头 都会了解胃啊 这些是会吃到你 在م识的上 你一时代的 卻也会像一样 你会知道 你会在看 你的目的是 你会认单 你会认单 你会说 那 meme的阿子 質詞重 ещё 我擋你的体・・・ 我擋你擋你的体米 我馬上課了 嘘嘘嘘 嘘嘘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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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